灵性高的人经常被视为不正常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实的行为怪异 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在追求 与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格格不入 当我们谈到灵性 很多人会联想到冥想 静坐 内观 这些活动确实是灵性成长的一部分 但更深层的灵性是关乎追求内心的真实和平静 而不是追逐外在的名利和权利 这种内在的追求 与现代社会强调的成就和物质享受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现代社会崇尚成功 金钱 地位 这些价值观被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努力读书 进入名校 找到高薪的工作 购买房产 积累财富 这样的人生路径似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任何被离这条路径的人都会被视为一类 然而 灵性高的人却往往拒绝这种价值观 他们更关心内在的成长和心灵的平和 这样的选择 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甚至是异类 一个灵性高的人可能会选择简单的生活 可能会在名利双收的时候选择放弃 这样的行为在现代社会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但事实上 他们的选择来自于内心的声音 是对内在真实的追求 这种选择让他们看起来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 因而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告诉我们 成功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和更高的地位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但灵性高的人不以此为人生目标 他们认为真正的成功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他们明白 外在的成就终将是过眼云烟 唯有内在的成长才是永恒的 这种对生命的理解和追求 让他们在现代社会显得格外特立独行 灵性高的人往往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能力 他们不会盲目跟随潮流 而是会反思社会的价值观 寻找内心的真实 他们可能会拒绝高压的工作环境 选择一份能够让自己心灵平和的工作 这样的选择在现代社会中很难被理解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 但对灵性高的人来说 这正是他们对内心真实的追求 在这个物质智商的社会 灵性高的人经常会感到孤独和不被理解 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比 因而很难融入社会 他们会质疑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并试图寻找更高层次的生命意义 这种对生命的深刻追求 让他们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灵性高的人往往有着强烈的同理心和慈悲心 他们关心他人的痛苦 并试图以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他们不会被物质利益所驱使 而是会选择无私的奉献 他们的这种行为 与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现代社会强调的是竞争和个人利益 而灵性高的人则强调的是活作和共赢 这让他们显得格外不正常 当我们谈到灵性和直觉的力量时 我们不禁要思考 为什么灵性越高的人常常被视为不正常 事实上 这个世界早就让正常的人性变得扭曲 而真正依赖直觉和内心指引的人 却被看作是异类 灵性高度的人往往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而不是盲从于社会的规范和期望 他们有着独特的视角 能够看到常人无法察觉的真相和细节 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 比任何外界的声音都来得强烈和真实 这使得他们在做决策时 更倾向于依赖内在的指引 而非外在的数据和建议 这种依赖直觉的方式 常常被社会误解和低估 在现代社会 理性思维被高度推崇 我们被教导要依赖数据 分析和逻辑来做出决定 然而 灵性高度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相信内心的智慧 相信直觉能带领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举例来说 当一个灵性高度的人 面临重大选择时 他们不会急于寻求他人的建议 或依赖过去的经验 他们会静下心来 进行内在的反思 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这种内在的直觉 往往能够引导他们做出 最符合自己真实需要的决定 这种行为模式 常常被周围的人视为不和群或一场 因为大多数人习惯了 依赖外界的认可和标准 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和行为 而灵性高度的人则不然 他们更加重视内心的感受和体验 这使得他们在形式上显得特立独行 社会对于这种不正常的态度 往往带有偏见 人们习惯于用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和判断他人 而灵性高度的人则因为不符合这些标准而被排斥 然而正是这种不被理解的特质 让他们能够超越常规 拥有更高的智慧和洞察力 灵性高度的人拥有强大的内在力量 这种力量让他们能够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保持冷静和坚定 他们不会轻易被外界的压力所击倒 而是能够从内心汲取力量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种内在的坚韧和智慧 是他们能够在逆境中拖颖而出的关键 此外 灵性高度的人往往拥有更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提出独特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这种创造力不仅体现在艺术和文化领域 也在科技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灵性高度的人因为能够挑出传统思维的框架 所以往往能够带来突破性的创新和变革 然而 这种创造力和直觉的力量 却常常被社会所忽视 因为大多数人更习惯于循规蹈矩 按照既定的模式形式 而灵性高度的人则不然 他们更倾向于探索未知 挑战权威 这使得他们在某些人眼中显得格格不入 但正是这种格格不入 让灵性高度的人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他们不会轻易被外界的干扰所左右 而是坚定地按照自己的内心前行 这种坚持和独立 使得他们能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 也为社会带来新的视角和启示 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灵性高度的人 因为他们的存在 能够打破常规 挑战现状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 他们用直觉和内心的智慧 为我们指引出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这个世界的正常与异常标准由谁来决定 通常我们所认为的正常 是由主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所定义的 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根深蒂固地影响住我们的生活 然而 灵性高的人往往质疑并挑战这些价值观 他们追寻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真理和意义 而不是表面的安逸与顺从 因此他们经常被误解和排斥 成为所谓的异类 灵性高的人对这个世界有着更深的洞察力和敏感度 他们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物 感受到常人感受不到的情感 他们的价值观与常人不同 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要与众不同 而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呼唤 让他们无法接受表面的现实 他们经常思考生命的意义 人类的本质以及宇宙的真理 这些思考让他们看起来不正常 灵性高的人不会盲目追求物质利益 他们更关注的是内心的平静和灵魂的成长 这与当今社会普遍追求的名利 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他们常常被视为不合群或是异类 当一个人不再以金钱和地位作为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 他的价值观就与主流社会产生了冲突 这样的人往往被标签为不正常 然而这样的不正常或许正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清醒剂 当我们被主流价值观淹没 被物质生活绑架 灵性高的人像是一面镜子 反射出我们内心的空虚和不安 他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 生命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 而在于我们如何与自己和世界相处 灵性高的人通常不会遵循传统的生活模式 他们会选择听从内心的声音 追求真正的自我实现 这样的选择往往被误解为逃避现实或是不负责任 事实上只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责任感 他们对自己的内心负责 对自己的灵魂负责 他们知道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社会对灵性高的人常有一种误解 认为他们离群所惧 与世隔绝 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只是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种更接近内心真实的生活方式 他们可能会选择冥想 禅修 或者从事一些看似无用 但对灵魂有益的活动 这些行为在物质主义的社会中被视为一类 然而 正是这些活动 让他们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精明 能够以一种超越世俗的眼光看待世界 灵性高的人往往具有强大的同力心和慈悲心 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轻这些痛苦 他们的行为常常被误解为自我牺牲 但事实上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爱与关怀 他们知道 唯有人人心中有爱 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灵性高的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不会轻易被世俗的成败所左右 对他们来说 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外在的荣耀 而在于内心的平静与充实 他们能够从容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 不会因一时的得失而动摇自己的信念 这样的坚定与从容 在很多人眼中显得不可思议 甚至被视为冷漠或无情 然而 这恰恰是灵性高的人所拥有的智慧与力量 灵性高的人也经常会遇到来自家庭和朋友的压力 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家人和朋友常常会担心他们的未来 认为他们应该遵循传统的道路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过上平凡的生活 然而 对灵性高的人来说 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束缚 他们需要的是自由 需要的是心灵的成长和灵魂的提升 这样的追求往往被误解为叛逆 但实际上 这是一种对自我和生命的尊重 在社会中 灵性高的人常常成为变革的先锋 他们的思考和行动 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因为他们敢于质疑 敢于挑战 他们能够看见主流价值观中的不足和缺陷 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方案 这样的勇气和智慧 使他们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尽管在过程中 他们经常会遭遇误解和排斥 但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贡献住自己的力量 社会对灵性高的人的误解 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改变的抵抗 灵性高的人所追求的 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真理和意义 他们的存在 让我们看见了另一种可能性 一种更丰富 更深刻的人生体验 当我们能够理解并接受他们的不同 我们就能够从他们的智慧中获得启示 从而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 灵性成长的孤独感 是一种深刻而常被误解的经历 这个过程中 人们开始寻找内在的真理 探索自我 并试图理解世界的本质 这种追寻并非随波逐流 而是需要突破常规的思维模式 摆脱世俗的标准和期望 在这样的过程中 灵性成长的人 往往会感到与周围的人脱节 甚至觉得孤单 随着灵性的提升 个体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种认识可能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产生冲突 这些灵性成长的人 不再满足于表面的交流和物质的追求 他们渴望深入探讨生命的意义 宇宙的规律以及自我的本质 然而 这种追求常常使他们感到难以找到同道中人 因为大多数人仍然沉浸在日常的琐事和外在的刺激中 无法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孤独感因此成为灵性成长者的一部分 他们必须学会在这种孤独中找到力量和安慰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世隔绝 而是说他们需要在心灵的深处寻找安定和满足 灵性成长者学会了享受独处的时光 因为这些时刻使他们能够沉淀心灵 进一步探索自我 并且与内在的智慧联系 与此同时 灵性成长者的孤独感也来自于 他们开始质疑和挑战传统的信念和价值观 他们不再盲目接受社会的规范 而是开始寻求自己的真理和道路 这种质疑和挑战使他们显得不合群 甚至可能遭到误解和排斥 然而他们明白 只有这样的过程才能使他们达到更高的灵性境界 这种孤独感也带来了成长的机会 在独处的过程中 灵性成长者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渴望 他们开始发现内在的力量 并学会自我疗愈 他们开始摆脱外界的干扰 专注于内心的声音 这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 灵性成长的孤独感并不是一种负面的体验 而是一种必要的过渡 这种孤独使人们能够真正地面对自我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内在的和平和喜悦 灵性成长者学会了如何与孤独共处 并且在这种共处中找到了深层次的连接 对于灵性成长的人来说 孤独感是通向智慧和觉醒的桥梁 他们明白 只有经历了这种孤独 才能真正地理解生命的真定 并且达到内心的圆满 这种孤独感让他们学会了耐心和包容 因为他们知道 每个人的灵性旅程都是独特的 需要时间和空间去发展和成熟 灵性成长者也逐渐明白 孤独感其实是一种自我探索的契机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断地问自己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促使他们深入内心 寻找答案 虽然这些答案可能并不总是明确 但他们知道 这个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当我们谈论灵性高的人时 常常会发现他们被社会贴上怪异的标签 这些人拒绝按照传统的标准来定义成功和幸福 他们的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打相径庭 更在意内心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成长 而非外在的成就和财富 这使得他们看起来不正常 但也揭示了这个社会对正常的定义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扭曲 灵性高的人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 他们不会随波逐流 也不会盲目地追求社会所认定的成功 他们可能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道路 去探索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 这样的选择 可能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 甚至让人感到不解和困惑 然而 正是这种对内在满足和精神成长的追求 使得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 往往是以财富和地位为标准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努力学习 考上好大学 找一份高薪的工作 然后买房买车 组建家庭 这些看似合理的目标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我们对幸福的理解 灵性高的人则不然 他们会反思这些标准 并追问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这种对自身需求的真诚探索 让他们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更深 而这样的探索 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 因为当一个人开始质疑社会的标准 开始追求内在的满足时 便不可避免的会遭遇来自外界的压力和不理解 他们可能会被视为异类被认为不正常 但事实上正是这些不正常的人 在提醒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反思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灵性高的人通常会有着更强的自我觉察能力 他们善于观察自己的内心 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和渴望 这种自我觉察 使得他们不容易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 而是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 这种内在的坚定 让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 能够保持平静和从容 即使外界对他们有再多的误解和非议 他们也能够从自身的内在力量中找到支持和安慰 这样的生活态度可能让他们看起来与众不同 但正是这种不同 让他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而是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追求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成长 这种坚持让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对抗社会标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灵性高的人常常需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挑战 他们可能会被误解 被嘲笑 甚至被排斥 但正是这些挑战 让他们在不断的自我探索中 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他们明白 只有忠于自己的内心 才能真正地活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而这种对内在满足和精神成长的追求 并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 相反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体验 他们不会轻易地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 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内心需求 做出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选择 这种选择 可能让他们看起来不正常 但正是这种不正常 让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我们常常被教导 要按照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但事实上 真正的价值来自于我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体验 灵性高的人 正是通过这种对生命的深刻探索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而是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追求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成长 这样的生活态度 可能让他们看起来与众不同 但正是这种不同 让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而是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追求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成长 这种坚持 让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灵性高的人 常常会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 他们不会随波逐流 也不会盲目的追求社会所认定的成功 他们可能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道路 去探索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 这样的选择 可能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 甚至让人感到不解和困惑 然而 正是这种对内在满足和精神成长的追求 使得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不正常时 不妨静下心来 重新思考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我们所追求的 是不是我们内心真正渴望的 灵性高的人 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喧嚣的社会中 有些人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们拒绝参与社会竞争 远离都市喧嚣 追求内心的平和和快乐 这些人常被视为不正常 但他们的选择却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智慧 他们不参与职场上的争夺 不在乎社交圈中的比较 他们看到 这些竞争只会带来压力和焦虑 掩盖了真正的幸福 他们相信 真正的快乐来自内心的平和 而不是外界的认同 他们深知 社会的竞争往往只是无谓的消耗 无论是时间 精力还是情感 当人们忙于争夺之位 薪水和地位时 他们却在寻找内心的平静 并努力维持这种平静 这种态度在当今社会中 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我们的社会高度重视成功 权力和财富 然而 这些灵性高的人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们认为 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 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和地位 这种选择使他们远离了社会的主流 成为所谓的不正常人 他们通常喜欢远离城市的喧嚣 选择住在自然环境中 对他们来说 大自然是最好的治疗师 是心灵的庇护所 在繁忙的城市中 人们往往忽视了自然的美和力量 沉迷于科技和现代化的便利 然而 这些灵性高的人却认为 只有在自然中 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宁静和自我修养 他们喜欢在森林中漫步 在山间呼吸新鲜的空气 让大自然的美丽滋养他们的灵魂 这种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 被认为是不合常理的 人们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便捷 认为离开城市就是放弃舒适和便利 然而 这些灵性高的人却认为 都市生活带来的喧嚣和压力 远比自然环境中的不便 更让人难以忍受 他们选择了一种更简单 更接近本质的生活方式 远离了现代社会的浮躁 在他们看来 远离社会的竞争和喧嚣 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他们清楚的知道 社会的竞争和喧嚣 只会让人迷失自我 他们选择了远离 选择了回归自然 回归内心 这是一种对自我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他们不需要社会的认可和赞扬 他们只需要内心的平静和快乐 当我们看住这些灵性高的人 我们或许会感到困惑 甚至不解 为什么他们要放弃这么多的机会和便利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么不正常的生活方式 但如果我们静下心来 仔细观察和思考 或许我们会发现 他们的选择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他们看透了社会竞争的本质 看透了都市喧嚣的虚无 选择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种选择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 而是主动地选择了一种更符合他们内心需求的生活方式 他们拒绝被社会的标准所束缚 拒绝被外界的期待所左右 他们勇敢地追求内心的平和和快乐 这是一种对自我的深刻认识和接纳 我们可以从这些灵性高的人身上学到很多 他们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 而不是外界的认可和赞扬 他们教会我们远离社会的竞争和喧嚣 并不意味着放弃 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他们教会我们回归自然 回归内心 是寻找真正平静和快乐的道路 当我们感到压力和焦虑时 不妨停下脚步 学习这些灵性高的人的智慧 远离喧嚣 寻找内心的平静 这或许是一种解脱 我们不需要为了迎合社会的期望而迷失自我 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生活方式 这种选择或许不被社会理解 但它却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 无论是选择竞争和喧嚣 还是选择平静和自然 都应该是出于我们内心的真正需求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灵性高的人选择了后者 选择了远离社会的竞争和喧嚣 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学习他们的智慧 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和快乐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